至于2012的双英对决 就看谁能端得出政策牛肉了 今天蔡英文就开出了支票 针对这个桃园县的部分 桃园县政府在朱立伦主政时代 推动铁路高架化 不过当时遭到了居民反对 要求应该要跟上时代 要铁路地下化才对 那么今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就向桃园地铁促进协会承诺 她支持铁路地下化 并且强调自己跟马总统是不同的 她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总统 高喊要一个地铁总统 桃园地铁促进协会 判到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大驾光临 向蔡英文大吐苦水 里面充满了非常非常不可告人的东西 我们要对抗的是一个 凶猛如虎的政府 她要摧残我们的家园 桃园铁路在朱立伦主任时期 推动高价化 不过桃园地铁促进协会主张 只要地铁骑云免谈 才能跟时代潮流接轨 蔡英文仔细聆听 当场开出支票 我会原则上支持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臣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总统 我是一个喜欢承担责任的总统 我也是一个喜欢挑战困难的总统 最后十天 为一支持立伦 得到蔡英文力挺协会投以辅选 礼尚往来 不过凭2012马办火力全开 两天发12则新闻稿 抨击蔡英文赴格奎任内的政绩 我觉得马总统的幕僚 大概没有搞清楚 还没有做过总统 所以他为什么要拿总统的 总统的这一些检验总统 标准检验一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所以再说行政院副院长的 任内的政绩自有公平 回敲马办蔡英文桃园这一站 带着地铁沿线立委参选人 全力抢攻桃园选票 民事宣言许贺李泽民桃园报道 民事宣言承刑